国际杰出发明家以及国际创新发明奖竞赛 大爱感恩科技一共获得五项大奖 参加国际竞赛或是他本身的学历 如果是民生堂一定要有专利 他参加国际竞赛只能得到 分数要3000分以上 那还要去经过评审评鉴出来 上人的爱护地球 保护地球 环保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传递 不只是传递 我们就是落实 抛转远利 希望能够带动其他的产业界 也能注意到这一块 落实环保将废弃的塑胶袋回收后 再制成不同的产品 更研发出新型再生锯脂纤维 能有效降低纺织物带来的环境污染 获得发明竞赛奖金牌肯定 有效地减少海洋维纤维的脱落量 布料可以制作成一般的纺织品 例如说毛毯或是围巾 各一个除了顺利划下来 还要互相这样弹跳地切换 历史超过一年的修正 将日常必备的铅笔原子笔 结合成为三合一环保笔 不同于前面两代制作方式 用途 难度都同时提升 使用百分百回收的环保料的时候 它的难度非常高在于 因为它来源不稳定 那物性的收缩率那些 就是更难去掌控 那这个滑轨是非常精致的部分 集结杰出发明家 来自12个不同国家 超过415项发明作品参赛 从环境能源 生物科技 智慧生活主题出发 展现台湾创新发明力 大爱新闻陈品杰 梁家明 台北报导